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那么对于厨房中的物品是有讲究的 有一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放置了 该扔就要扔掉 否则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影响 今天小姜之就给酱友们讲讲厨房内物品的摆放遗迹 一 厨房内物品摆放风水 一 不要对方太杂乱 厨房的东西不要太杂乱了 杂乱的放置会让一个人的事业运很弱 给人一种毫无章诚的感觉 同时还会容易导致住户的感情运不好 容易遇到人渣 感情里上当受骗的几率也是直线上升的 需要密切注意 二 尖角的物品少一些 尖角的物品在厨房里 乃至在整个家庭中都最好可以少一些 这样是避免了尖角煞冲撞了住户 在一定程度上 尖角煞给人的影响是非常负面 而且巨大的 甚至会让住户发展之后停步不前 也会影响住户的健康 三 摆放注意平衡 风水中讲究的是平衡 厨房中的物品摆放 同样需要注意平衡 一些阴气重的东西就需要注意摆放了 比如说是锅和铲 两者是很好的拍档 但是最好还是要分开挂气 这样既可以保持着干爽 还能让运势变得顺利 另外就是要注意五行的平衡了 比如说是一些烤箱 微波炉是不能摆放在冰箱之上的 一个熟火 一个熟水 水火不相容 摆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影响着家人的运势 并且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冰箱同样是不能摆放在炉灶的附近 这样的摆放同样是水火不相容的 影响着整个厨房中的风水环境 四锅铲要分开摆放 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就应该更疑惑了 锅和铲有什么风水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因为炒锅和铲子基本上是分不开的 并且一日三餐的料理都需要使用 所以有的人就偷牢了 干脆在每次洗完锅之后 就直接将铲子也放在里面 下次就可以直接用了 但是将原本不应该放置在一起的物品凑在一块 很容易导致家中的事情无法处理清楚 特别是人口较多的时候 繁杂乱世会层出不穷 还能招惹家里霉运不断 五 禁止乱摆刀具 厨房里的刀具是必不可少的 菜刀肉刀剪刀等等 这些刀具过于暴露容易出现灾祸 尤其是长期使用厨房的人容易出现外伤 可以在厨房内放置储物柜或者收纳盒 刀具使用过后放置柜子里 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六 冰箱米缸不能空 为了招来财运 冰箱不可空空如也 米缸也要随时补满 因为这两样物品与衣食紧密相关 补满这两样则象征着家中衣食无余 用红包袋装三个钱放入米缸中 有招财效果 二 厨房内物品摆放遗迹 一 不要放镜子 暧昧要看场合 一般来说厨房里不适合摆放镜子 如果在厨房里放置了镜子 容易导致住户的桃花运不好 感情力容易跌跌撞撞 甚至已经有伴的人也会因为一些误会而分开 因此最好别那么做 二 可以摆放紫砂壶 紫砂壶也是一种吉祥物 在很多的风水摆设中 也能够看到紫砂壶的出现 如果是厨房中的风水环境不稳定 我们就可以在厨房中摆放上一个紫砂壶 里面装上茶水 经常更换保持着干净 那么就能够起到调和阴阳的作用 也能够稳定厨房中的风水环境 让家人的运势也变得稳定 还可以助力住户的健康运 三 不可摆放金鱼缸 金鱼缸不能放在厨房内 亦不能对着炉灶 金鱼缸五行属水 而且还是水性很高的物品 若是对着炉灶 则会构成水火相占的场面 所以不能把金鱼缸放在厨房内 四 以摆放植物 绿化厨房时 要选择一些生命力固执的食物 来停止点缀 由于厨房经常有油烟和蒸汽 对植物开展不利 一些娇柔脆弱的植物 很难在厨房里保存 仙人掌类的花卉 如仙人球 仙人剑 芦荟等开展较慢 而且有耐旱的植物 就可以选择 也可以选择一些 有耐力的 常年开展的 叶类花卉植物在厨房 由于烟尘和蒸汽 不利于植物开展 可以经常给植物洗澡 若是厨房的窗户较大 就可以在窗前养殖掉花 若是厨房位于南方 摆放官叶植物 可以缓和太阳光 减轻乱光线的偏向 有助于储蓄 厨房位于东方最好 若是在其他方位 可在桌上 电冰箱四周 摆放红花 由于保持身体的安康 位于西方的厨房 在窗边摆放金黄的花 水仙 以及三色紫若兰 不仅可以挡住 落日的恶气 也能够带来财运 位于北方时 摆放粉红成红色的花 可觉得室内增加活力 三 厨房内四种东西 一定要扔掉 除了上面这些 厨房内的物品 也要时常更新 一般来说 以下四件物品 绝对不能留在厨房 一定要扔掉 否则会对家人健康 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一 用久的塑料碗盆 给较小的孩子吃饭 妈妈们基本上 会准备塑料碗盘 有些碗盘上还有卡通图案 但是这些卡通图案 往往含有 铅 隔等金属元素 一般的塑料制品表面 有一层保护膜 这层膜一旦被力气划破 有害物质就会释放 所以建议给孩子买的碗盘 内侧最好不要印有正合图案 半年最好更换一次 如果出现变形 有划痕就要马上换掉 二 劣质摆结布 这个可谓是厨房里最常见的东西了 用来刷锅洗碗都很干净 非常的实用 但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那些几毛钱一个的劣质产品 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节约成本 在质料时 选用廉价劣质 甲醛超标的材料 如果我们买回来长期使用 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建议大家在购买时 选择质量好的合格产品 或者更换成丝瓜落 也是非常好用的 三 用久的筷子 调查发现 92%的家庭筷子 存在超级服役的情况 很多家庭可能用了一两年 都没换过 筷子使用时间越长 减出的细菌总数就越高 尤其是筷子在反复使用 搓洗的情况下 其表面会形成较小的纹路 容易残留细菌和清洁剂 建议三到六个月就换一次 一旦出现筷子出现刮痕 磨损或者变形 也一定要更换 在选购筷子时 不论什么材质 最忌讳花纹 五颜六色 或者是表面凹凸不平 最好选择原色 也就是不上色 不彩绘 且一体成型 光滑无刻痕 无雕花的筷子 因为彩绘可能含有重金属 吃饭时 颜料可能融入食物中 凹凸不平的表面 则会藏无纳垢 成为细菌 霉菌的温床 四 发霉的砧板 各种材质的砧板 使用久了之后 都可能存在发霉的情况 发霉会产生黄曲霉素 黄曲霉素被国际卫生组织 定义为一级致癌物 它的毒性和致癌性很强 而且黄曲霉素非常耐高温 即使是通风晾晒 也不能把它去除 因此砧板一旦发霉 最好不要再使用了 为了防止砧板发霉 平时切菜后 要用食盐水或者热碱水 清理砧板 并且放在通风处 及时晾干 厨房中都是有着不少的物品家具 大到厨房家电 小到厨房中的装饰品 这些厨房用具也有风水讲究 而这样的厨房用具的摆放风水 也会影响到厨房风水的好坏 在厨房用品的摆放上 不但要满足美观 实用和安全等方面 还要满足风水常识 希望今天讲的内容 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